大家好,我是你们的WilliamX老师 欢迎大家观看由我全新录制的本套电子音乐必备乐理教程 那么大家在观看的过程中有什么疑问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WilliamX电子音乐工作室 点下面的客服和我交流 OK,那么听完我们刚才的那个视听demo以后 大家会发现 那么第二段它要比第一段要好听很多 其实我在这里面告诉大家 他们写的音其实都是什么 非常非常相似的 99%的相似 之所以第一段它不好听的原因是为什么呢 它没有抓住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叫做节奏 所以说这节课呢 我们给大家一起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是什么用节奏来完善你的这个灵感 不让你把这个旋律写的更好听一点啊 OK,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还是啊预留着刚才写好的这段旋律啊 最上面这部分啊 当然下面这部分呢 我是给它配的这种和声 那么这部分呢我们可以暂时呢 我们忽略不计吧 这部分咱们可以暂时先不管啊 我们先不管把它的旋律给它删除掉 只留下它的什么旋律啊 把和弦给它在和弦我们在后面的课程当中给大家去说 那么之所以它这个旋律我们去听一下 现在很听上去啊 很一般 没有感觉是因为主要是因为它这种节奏感 什么写的太密集了 所以说我们很多同学呢 他都写啊 写这种旋律的时候 都是可能都是这样子密密麻麻的 那这样你写出来的这种旋律啊 它就是总是感觉就是什么 很呆萌很死板就不好听啊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学会什么 用节奏来困制我们的灵感啊 OK 假如说这个旋律是原本写的 我们可以怎么去改呢 我们先把第一小节选中 然后怎么办呢 我们把节拍器打开 我们去听一下 你可以先写吧 写吧以后我们需要什么 用减法 把他节奏感呢 给他怎么办呢 打出来啊 那么在这边呢 老师这么写吧 不是也是一种节奏感吗 对不对 那这种节奏感太密集的话 听上去就很 就有点什么 很呆萌 我刚才说过了 所以我们需要把一些音给它什么 改掉 比如我们给它自己写个节奏性出来 比如 当当当当当当 比如说我们这边呢 第一排第二排呢 只有两个音 这样就是是不是 比刚才要好很多呢 对不对 比你这样要好很多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减法 减法就是说 不要写的密密码码啊 好 改完以后怎么办呢 把第二小节也可以这么去改 好看第一怎么改的 那么第二就怎么改 第二个音区叫 第四个音区小调 对不对 那它就是这样子 这样你发现它就没有像以前那么呆板了 但是发现 因为一和二太像了 所以它依然听上去很呆萌 还是有点死板 所以这种可以考虑把一和二脑不要写的很这样 我把它稍微再改改 比如怎么改呢 比如把这音乐可以往后面去一下 这样一番是不是就感觉就 哎 听上去就感觉就是 反正比刚才那样要好听 对不对 比原版要好听很多倍 对不对 那这就是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套路啊 在那边我写的这个音阶啊 这个东西咱们先不管 我们来看 就是主要是靠什么这个灵感 靠这个什么节奏型来完成我们的这个旋律 假如这段旋律就是我自己写的 或者学员写的 那么就靠这种节奏性呢 就把它在它就上面加工一下 它就是一个什么好旋律 这样是不是就好很多了对不对 甚至我们看有些地方 我们可以把它加快一点 比如写两个音 是不是这样 这样比那样好很多对不对 或者把它删掉 都可以对 写上不写都是不是很好听对不对 就这样你发现它就没有那么死板了 对不对 那么写完一二以后呢 我们可以三四方 一二可以把它什么 讲讲究什么 节奏对称的原则 比如说我们把一一个三对称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 它要删除 这样对吧 是不是 但在那边你也可以啊 不对称其实也是可以的 比如 这样 这样我就多写一个音 这边把这边把这边都要把这边写成这样子 或者把这边我们去还是一样给它删除啊 先预留一个空拍 对吧 对吧 把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给它删除 精简一下 那么这样你发现 对吧 总比你写的秘密 因为我妈妈有好地很多对不对 这个地方我都可以删除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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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节奏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但这边呢 其实不是唯一的啊 比如说 反正我们这边呢 不要全部写的一模一样 就这边我加快也行 这边我加慢 这样 这样也行 是不是 那我就写两个音 嗯 嗯 嗯 对吧 是不是 他倒是顺的 把这边那么可以再改一下 稍微感觉还是有点不是很顺 把旋律这几个音稍微改一下 多少 错了 这样你把你写出来 最后我们改白这个旋律 肯定要比原先的旋律要好很多 其实我们没有做什么东西 没有改大部分的音 只是给它什么 改了一下它的节奏性 所以说我们发现 你旋律写的不好听 也许只是因为你节奏性有问题 所以说当然根据这节课下来下来 你可以自己写个旋律 注意这种节奏性的这种穿插 就说千万不要写的密密码 千万也不要把大部分音 就说写的 然后就要么一样长一样短 这样都不好听 你要一样动作 就有点音长有点音短 并且希望刚开始学习的时候 有一些空拍 但不是所有的作品 都会像我这样 这些地方困下来 对吧 但你发现你困下来 它其实就有一种什么 顿错感 这样呢 这种旋律 这种律顿性 要比你全部鞋埋要好很多 对吧 OK 所以说 关于这个节奏性呢 我就说这么多 其实总结一下 就是把这里面这种 节奏感 就是说什么 有些地方呢 预留出来一些位置 让它提论一下 OK 那么有什么不懂呢 大家下个以后呢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VLMX电子音乐工作室 在我们那个里面 微信里面 通过客服呢 跟我联系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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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